我 女朋友 大掌 2 3 5 大掌 6 7 8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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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放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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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 右左右左 右左来抬 抬手抬手 左边的朋友 后面的朋友 右边的朋友 防全中的行 你看小狗在 要说也会 小狗在 谢谢啊 来准备好 走 摔一圈 右边 左边 来摔 这些和我们溪流的 这些毕律 更启针了我们 大山相处的亚洲 制作记忆的一代一代的 心血的传承 在离火中感受烈殿成生 在日与月中沉淀 生活一几 千年摇摩不息 匠心传承不止 点赞牙生桃杯 好 大家看看 雪花开在冬夜深处蔓延 蔓延到一个危险的春天 春天暂时笑容目共一切 一切啊 那曾是我的世界 雪花开在冬夜深处蔓延 蔓延到一个危险的春天 我在原地守护我的体面 春天 再见 春天 再见 我还是梦露 ��均 梦露 叙 bell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辈子能遇到一位粮食该有多么幸运 因为我的老师他当时教我的时候只有七十多岁 我觉得他是帮我打开了有爷爷奶奶照顾的那个门 亲亲的那个门 周深在乌克兰的恩师是他磨了三个月才求来的 这场相遇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事情还要从周深高考失利 远赴异国他乡求学说起 我们也觉得至少你可以找一份医生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学医很难 用别人的母语学医就更难了 乌克兰是个多余种国家 周深每次上课都睁大眼睛 竖起耳朵听讲但生辟的专业词和语言让他如听天书 只能下课后借同学笔记来看 他们的母语去学医 哇塞 一节课我能听懂十句话都是赚的 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 即使这么努力 大一结束后他大多数课程都亮起了红灯 只有一门勉强过关 整天忙忙碌碌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深深感到浪费父母金钱的同时也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父母的钱 又浪费自己那么辛苦跑得那么远去学习 迷茫困顿之际 同校的乌克兰利沃夫音乐学院开始招生 仿佛是黑暗中的一束光 周深狠狠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对 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希望了 那就是只剩那么一条路了 其实他也没想以后会靠音乐吃饭 只是想要学进去东西 不虚度光阴 周深毅然从医学转向音乐 期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音乐学院的时候 家人就说是不行 中断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逼迫他回到正道上来 周深并没有被困难打退 他一边打工兼职一边学习 咬牙坚持 然而音乐之路并非坦途 周深因为过度练声导致声带小节 那段时间几乎失去了他真实的嗓音 差点崩溃 所以那个时候的绝望是巨大的 就觉得我觉得我 就像刚才说的 我觉得音乐已经是我最后一条路了 然后我选择走上这条路 哗 失声了 就是到底是要给我什么样的考验 这也让周深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一位适合自己的老师 在心仪老师处连连碰壁 周深没有放弃 就收我吧 但是我还是不能收你 说他三个月吧 你每天都去他门口 每天都去他课堂 一有时间就去问老师们 我那个老师在哪个房间上课 然后去找他 三个月坚持 只为得到这位德高望重老先生的认可 七十岁的老教授最终还是被打动 成了周深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 教授不仅传授专业知识 更是如亲人般关心周深的生活点滴 他每月收入只有微薄的两千元 却为周深买水果补充营养 有一次周深穿着破洞裤来上学 教授以为他买不起衣服 毫不犹豫地暂停课程 亲自带他选过新衣 刚办老师还亲切地称周深为小太阳 因为他见我第一名他不会叫我名字 他会叫我的小太阳来上课 当周深在中国乐坛展露头角 面临事业与学业难以兼顾的局面时 正是这位恩师替他在校长面前求情 帮他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 周深的音乐事业蒸蒸日上 乌克兰的老教授却一天天老去 新加坡演唱会前夕 传来老师骤然离世的噩耗 当天接到我当时读书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说 你的老师因为自己在家 他生病就去世了 然后我就那一下我就觉得 那一刻周深强忍悲痛 顶着身体不适用开水开洒 奋力唱出最美妙的歌声 他不想给老师丢脸 老师是乌克兰公 同时推出的花开忘忧 更是寄托了对老教授无尽的思念 特意安排在教师节首次演唱 彩排时周深更是难以激动 气不成声 周深无疑是幸运的 在异国他乡留学 遇见了两位如爷爷奶奶般疼爱他的老师 他们不仅用知识灌溉了他的音乐才华 更以无尽的关爱温暖了他的心田 假若恩师仍健在 看到周深今日的成就与风采 并会为他感到无比骄傲 那么接下来周深回到国内 音乐道路上遇到了哪些挫折与考验 他又是怎样在舞台上大放一台的呢 请收看下一期 用一个字总结2022 我觉得要去概括2022年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伴随着可能就是机会的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过我唱歌的人 那我要给你一个比较啊 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亮相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其实随着大家看到我的次数 会相当说越来越多的话 我就会觉得那我要怎么去让大家觉得 哎看完周深的舞台不愧 呢 没有找到答案 现在还在找寻当中 但是会开始有一点点开心 因为以前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可能出于好奇 打引号的猎奇的心态会去听我的唱歌 那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接受了周深的声音 是这样的一个声音 然后再去听我唱歌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也都会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陪着观众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自己虽然现在是歌手 但我之前也是歌迷 我也会经常听很多很多歌手的歌 然后也会去搜寻很多很多非常喜欢的不同风格的歌 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去给到我陪伴感的话 那首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那个歌手在我的生命当中 也会在某种意义上会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人 大家会说我的歌给他们陪伴感 我觉得特别骄傲 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可以成为别人生命当中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人 因为我是很不自信的 我到现在我也是不自信的 就是每一次在舞台上是最明显的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唱成什么样 这不是那个意思 当然知道我唱成什么样 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会在舞台上展现成什么样 就是一个紧张的来源吧 但是我的一些一点点越来越敢在唱不同的风格 越来越敢去挑战 是因为他们我敢去一次次的卖出去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给我的力量 而且是很实际感受得到的力量 撑到了现在 我的专辑还没有发出来 应该是我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情 现在他们都特别的可爱 就是他们看见我就说 我想催你 算了你也知道我要催什么 算了那我就不催了 因为我知道催了也没有什么用 你还别说它真的是我很有勇气的一个事情 好也好或者是坏也好 就无论怎么样 你其实也该丢出一张专辑 但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踏出我自己心里一步 其实我们自己准备的歌有很多首了 但是就是我是觉得 哎呀它好像没有到我觉得准备好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非常期待 但是我又害怕这样的期待执行 因为期待执行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我自己认为专辑对于歌手最大的意义是 他做到他想表达的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多多少少已经都会有人去不喜欢某个人 不喜欢我 那这都很正常 但如果他不喜欢的是误解的 那其实心里还好受一点 你觉得反正他讨厌的也不是真正的我 那你就讨厌去吧 那万一他不喜欢的是真正的我怎么办 这个是我觉得专辑比较特殊含有的一个意义 如果他就是我想做的东西 那他别人如果不喜欢 那其实他其实不喜欢的就是你想表达的东西 而且这样的舞台在我身上也是出现过的 所以我觉得反而做专辑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成长了 更愿意去从自己去做这样的专辑 说回望过去最印象最深的一刻 那当然是有一次晚会录制的时候 然后下面有观众 哇那一下你会恍若隔世 那是在录歌手当打之年 好像就是因为疫情刚开始的那一年 我们第一次录制的时候 我甚至在家里参加了两期歌手 然后后面到了现场之后下面没有观众 从那个时候你不习惯没有观众 到你其实已经习惯了没有观众 然后突然有个舞台你站上去的时候 下面有离你非常近的尖叫 那一下我真的我的眼眶湿润到不行 然后那天就是我很少会在舞台上唱到过于放开自己 就是哇就是会有点点忘我 因为太久没有过这么近的信息互换 我自己一直觉得歌手最大的魅力一定是在现场 哪怕你现场可能我们现场做不到百分之百完美 我们一定会偶尔几个音飘一飘 我们是人呀 但是这个就是现场的魅力 你所有东西就在那一瞬间 也许它发挥的非常好 它也是现场的魅力 但就在那一瞬间可能它状态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那种不完美的状态 其实会带出它其他的一些情感 这个也是现场的魅力 这种东西是你从回放 从直播都没有办法去取代的东西 但就在那一下我上台 我说大家好我是周深 我那一下觉得哇好开心啊 就是那种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有人听到你唱歌了 那种最真实的感觉是碰是砸在你脸上的 每个歌手或者是每个从艺人员获得属于他的舞台 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肯定控制不了我能够唱多少年 因为这个东西谁都没有办法去预算 那我觉得我的存在或者是我在舞台上的呈现 它其实就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突破 而且也希望很多无论是声音跟我比较像 或是性格比较像又内向 但是又疯疯癫癫 很分裂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也许你看到我 你会觉得有人性格跟你很像 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开开心心地追自己的梦 我之前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给我的歌迷们 小小的创作人美小段话 里面写的就是无论你在哪 我都在这 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歌手 无论是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点 他们需要的时候 我都在这里